追蹤第一線線上邀請到的是天下雜誌資深記者楊孟軒 孟軒好 主播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年天下的2000大企業調查當中 AI相關產業亮眼 檢視台灣AI供應鏈 6項財務指標 最終選出AI版的營運績效 50強榜單 請教孟軒上版的企業中有哪些特點 是 今年3月輝達在矽谷舉辦了一場台灣供應鏈的記者會 參會 會中輝達的執行長他發表了很感性的話語 他說是台灣救了輝達 因為包含像台積電和華碩這些場在內 他才能夠把他腦中的這種構思給具體化的製造出來 到了現在AI風行的時代 其實這個立場已經開始互換了 現在比較像是揮達拯救了台灣的科技業 因為只要你的企業跟AI沾上邊 你的股價就會漲翻天 我們天下比較務實 所以我們這一次做調查是使用了6項財務指標來做評分 總共篩選出50家AI相關的企業的供應鏈的公司 它的共通點是說它的營運狀況 營運體質都非常的不錯 這份榜單我們來看其實它包含了散熱模組廠 IC設計 封測廠等等 但視力最龐大的還是屬於伺服器的代工廠 根據Morgan Stanley的一份報告 2023年輝達的GPU伺服器全球出貨量的這個試占率當中 台廠就佔了7成左右 那根據試占率的排名 依序是鴻海 音業達 廣達 偉創 技嘉 還有圍影 那這6家台廠在它的AI伺服器領域都有各自特殊的地位與競爭力 所以我們這一次取了一個新的名詞叫做新電子六哥 那過去我們習慣講電子五哥或電子六哥 這個名詞其實是鴻海集團的創辦人郭台銘所發明的 那一路經歷了PC時代 智慧型手機時代 這個名單都有所改變 那到了現在最新的AI時代 我們看到又有一波新的名單出來 那我想這6家當中 G家是最為特別的一家 大家還記得兩年前我們在討論挖礦的時候 G家它的主機板和顯示卡其實賣得非常的不錯 它被冠上了比特幣概念股的稱號 那沒想到其實它的伺服器也是做得非常的不錯 G家是新電子六哥當中去年營收唯一成長的公司 那它和輝達也是從遊戲顯示卡時代就開始合作至今 已經有20年的時間 那G家的商業模式也和其他的五個比較不一樣 其他五個規模比較大 他們的客戶主要是北美雲端的四大服務商 像Google、AWS、微軟還有Meta 那他們走的是ODM的合作模式 就是原廠委託設計代工 簡單來說就是根據客戶的需求 去客製化出一款他們需要的AI伺服器 那G家它的規模沒有這麼大 所以它採取了另外一種的商業模式 它是直接先把伺服器給做好 做成一個標準品 那它去賣給這種二三線的雲端服務公司 所以G家也因為這樣而走出了它自己的路 在AI50強榜單中有不少台廠都在AI的伺服器產業鏈 上下游的垂直整合 還有全集已久靠著AI翻身的企業 再請孟宣說明 是 我們把一台AI伺服器給拆開來 可以看到它的零組件有這麼多 如果一家企業它能夠包辦的部分 包辦的零組件越多 那它將來也會越有競爭優勢 所以就像我們去逛大賣場 可以一次把所有的生活用品買足一樣 這個叫做一站式購組的服務 那這樣的觀念現在也 也到AI伺服器的供應鏈裡面了 例如越來越多的台廠去投入散熱的技術研發 這是因為隨著輝達GPU算力的提升 功耗會越來越大 傳統這種氣冷用風扇去散熱的方式 已經不足以支持 那現在最新的是使用藝人的方式來解熱 在我們這一次的AI榜單當中 可以看到很多專精於散熱的廠商 像是齊鴻 雙鴻 劍准等等 但除了這些散熱廠之外 我們現在看到像台達電 它是AI伺服器電源供應器的龍頭 它現在也跳進去散熱 而且它是做比較高價值 比較高難度的藝人這一塊 那目前也已經有廠商在採用 那除了台達 其實剛剛前面提到的 包含鴻海 廣達這些ODM大廠 也都在發展他們的散熱技術 所以未來誰能夠提供 越完整的解決方案 它就會越有優勢 那在這份榜單裡面 我們還有看到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有一些成績已久的老企業 這一次靠著AI來翻身 那最好的例子是華泰電子 華泰電子是一家已經成立53年的老公司 它位在男子加工租口區 它是台灣第一IC封測代工廠 那去年它的股價漲了200% 翻了兩倍 非常的可怕 那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它有在替美超維代工 AI伺服器的組 那如果有在關心美股的朋友們 應該都知道 美超維是一家美國的伺服器公司 那它的老闆其實也是台灣人梁建厚 那它去年的股價飆得非常的誇張 冠上成為這個妖股的稱號 所以華泰就搭著美超維也一起跟著這一次的AI翻了身 其實去年製造業整體很辛苦 是近十年成長最差 服務業整體也衰退 金融業反倒看起來狀況比較好 繼續請教旺萱 是 我們剛前面談到AI非常的好 但還是有很多企業跟AI沒有關係 所以它並不能代表一個全局 那去年我們知道烏二戰爭還沒有結束 尾巴衝突又繼續開始 再加上通膨跟全球升息的影響 所以其實總體的經濟還是一個大逆風的狀況 那對於仰賴出口貿易的台灣來說 其實是首當其衝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調查可以看到 首先製造業的部分 無論是傳產或是科技業 去年其實都還在持續的去化庫存當中 那整體的衰退程度 是我們做調查11年來最大的一次 不過在產況之中還是有一些亮點 像是汽車的AM零件廠 還有因為航空業復甦的關係 所以航空維修零件的相關產業 是有不錯的表現 那來到服務業 服務業是一個冰火二重天的狀況 以出口為主的資訊服務業 而且像是IC通路商大連大 或者是品質品牌 華碩、紅機等等 受到大環境的影響還是被拖累了 那還有前幾年非常熱門的航海王、海運股 現在也慢慢的校正回歸 那相反的 內需服務業其實是非常的火燙 去年2023年是役后第一個完整的年份 所以包含像旅行社、航空業還有餐飲 通通都迎來一個大反彈 要把過去沒有賺到的錢 這一次一次都把它賺回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旅行界的龍頭 雄獅 他都重新回到了200億 那網品的營收也首次突破200億大關 那一九熟能詳的餐飲業者 像是翔斌、亞洲葬壽司、還有漢萊 去年的營收都成長了三成以上 那最後談到這個金融業 金融業的狀況是相對的比較好 那銀行業是最大的贏家 去年許多以銀行為主體的金控公司 獲利都創下新高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台美利差的投資收益 靠著操作外匯來賺進大把的機會財 那另外最後還是要謝謝AI 因為AI的題材帶動了去年台股 台股成了26% 在主要的亞洲市場它僅次於日本而已 再加上ETF的需求大增 所以證券和投信業去年的表現也都很好 那以上就是這三個產業去年體狀況 謝謝孟宣的詳細說明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拜拜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谢谢观看